你會不會原諒他們? 別說原諒,我不會怪他們 《私療》第四集 我是梁思韻,大家都見過我梁梁 一個有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今集的嘉賓是陳志遷律師 上年五月,在示威現場 陳律師只是怒見不平 執責了示威者的一句 繼而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面對暴徒的威脅 生命受危險之際 內心最恐懼的又是甚麼呢? 自己心愛的嘉 變成了那句話,就會被暴打 陳律師對香港的未來 又有甚麼看法呢? 今天是2020年12月10日 有我梁思韻,梁梁 有請陳志遷律師 今天跟我們在私療裡聊天 歡迎你,陳律師 你好,梁梁 你好 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我會說自己是一個香港中產 很典型的 我做了律師已經15年 主要是做民事刑事都有 我們對你的認識就是在剛剛的5月 你經過銅鑼灣的時候 被一班路人襲擊你 其實那件事是怎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當天我就是在銅鑼灣電視站出來 在時略廣場那邊出來 就走過去 每日照常 我每天都會去南華會學習練習 我手上甚麼都沒有 那就是走過去 我經過了IT那邊 一出來已經看到很多黑衣人在左路 然後就越來越生氣 打爛了IT 然後就抬了工具出來 我一路之下 走遠一點時就紙罵他們 我猜不到紙罵完他們就衝進來打我 他們破壞了一條街 破壞了一些商店 而你… 我想你都是見義勇為 而他們紙罵了兩句 然後他們就追著你來打 你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很驚訝 怕吧 驚訝 要走 覺得我都被他們打的時候 我都猜不到 難以置信 我會想怎樣會被人打 竟然到這個地步 他們打是… 不斷打我的頭 打我的頸 真的好像拿我的命 我真的以為… 有一刻我覺得自己會死 我猜不到自己 我一輩子未試過流這麼多血 整身低血 後來幸好我瘋了 你太太或者你的家人 知道你這樣的情況時有甚麼反應? 很擔心 當然是第一時間來到醫院 我覺得對他們不住 還想到當你一個人真的有死亡的威脅時 你會想到將來的事 將來可能和不不同的東西走下去 想回是說 如果沒有爸爸會怎樣呢? 我覺得自己是否太衝動呢? 很內疚 不想香港 沒有想過自己的家是被人這樣破壞 除了這件事的過去時 有沒有對你造成一些陰影? 其實後來打一個禮拜都會比較擔心 主要是擔心家人的安全 因為網上也有出來說 有很多人說網民說 打得好、打得少、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知道你居住 幸好警方、警察都很幫忙 有很多人保護我 之後就一直好一點 還有 國安法立後也好一點 但現在 即 被人打完後出來 是會真的逛街 會怕多些 會周圍看多些 如果聽到大聲 會看多兩眼 過了這麼久 已經過了半年左右 超過半年 現在走回銅鑼灣那段 心都會有一點漆漆言 也會想起 那個地方 我未必在 我現在都沒有在花南會打播 你不擔心嗎 你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甚至乎你之前接受過很多人訪問 因為在網上 甚至乎很多人會起你底 起你家人底 你繼續這麼正義的發聲 你擔不擔心 最初都有擔心 但我覺得這件事更加 在現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有人出來說話 即是大是大非 我深信 因為我都說過 有一個國安法 我都說過 可能之前訪問 會保護到我們 即國家會保護到我們 香港的警察會保護到我們 其實是很效益的 現在你看到 作為一個律師 我相信香港的法律 我覺得現在 反而我覺得安全了 其實我現在反而 之前都會擔心 但現在我覺得 就不太擔心 始終我覺得 還有 這件事令到我覺得 如果我的聲音 是可以幫到手 更加需要發聲 在香港一個正常人 竟然受到如此的對待 全家受影響 連去打球、做運動 這些這麼少接觸外人的活動 都要從此卻步 我們知道在你的同行 即律師界裏面 大家都說有很多黃、藍、正常的人 大部份我可以跟你說 都是偏黃的律師 甚至我行 都會有同事偏黃 但我公司不說這些 幸好 我公司或大部份的業界同事 知道我出事後 都會問我 很多WhatsApp 收到很多關心我的電話 你自己的評估 在法律界裏面 黃和正常的人士 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三成是正常的 七成都是黃的偏黃 因為他們那個 可能 法律上 我們的教育 即那個教育 那時受的教育 是要 甚麼都要咬一頓死 甚麼都要說 你說A 我要說B 但我覺得又不是這樣的 大是大非的問題之下 你不可能說 擺環折曲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你會否有壓力 在法律界裏面工作 至今都可以 因為我始終都是做事 說真的 當然 因為我主要做的個案 都不涉及很多正義色彩 都不會說很大話 怎樣壓力 都是照做事 但我始終相信 怎樣都好 我們都是專業的 我們不應該避免我們的正義立場 會影響我們的專業 反而我比較棄犯的是法官 因為法官有很多黃 法官有很多黃 到今天都是 所以這反而是我們很多正常的律師 或者專業的律師 覺得法官是被他們的正義立場 蒙蔽了他們的評判 你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法律界人士 有甚麼可以做的 見到那麼多法官受政治的蒙蔽 剛才這樣說 多些發聲 要指出其實 你判不是這樣判的 沒有理由 這樣證據確鑿 你都找一些藉口來放 因為法官當然 我們法律上是刑事 因為我也有做刑事 都做OK多 疑點利益當然是歸於被告的 但這也是我們普通法的原則 但法官現在是做到 明明都有做的 但他根本是去看熱鬧 不一定是暴亂的 或者棍是智慧 他有些法律的判詞 我不說名 這件事 要讓公眾知道 他們是有問題的 即是不要令到合理化 即是藉口化 但我們經常聽到 當我們批評他的判案 或是去講案件 就說我們是干預司法獨立 或者是去到不應該批評法官 我們經常聽到這些聲音 你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如果黃色那邊 可以批評我們正常的律師 可以這樣做很多事 我覺得我們也有同樣 還有自由說 我們說 我都說真理是越辯越明 我批評你不對 你怎樣 我們要指出 要告訴司法界 要告訴律師 麻煩你這件事 你要上訴 不可以讓法官這樣判案 有 如果不是我們不說 就會令到香港的法治繼續沉淪 跟你說是讓他們找藉口 沒錯 說得很好 陳律師 我覺得你才是優秀的律師 多謝你 都是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你剛才說 暴力是不對 打人是不對 你自己的經歷 而你看到整個反修例的暴動 出現了這麼多暴力事件 你怎樣看現在的下一代 其實現在看回很多 例如我那件事 一些疑犯被拘捕 有些人聚小只有16歲 很年輕 其實他們是被人利用 我之前也說過 我覺得他們很慘很可憐 可能他們根本那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但他們不明白後果 其實後果是很嚴重的 你會有案底 你會要坐牢 你的前程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說回法律界 裡面有沒有一些 現在的年輕的 或者下一輩 他們都是認同這種暴力 小部分可能認同 但大部分是同情 法律界既然那麼多黃的律師 亦都有那麼多年輕人 在暴動上高要被拘捕 可能要上庭 那些律師又會否像你所說的 同情他們 不如不收錢幫他們打官司 如果不是 我又見到甚麼612基金 或者有其他的時候 又需要花那麼多律師費 我們就不太理解這件事 以我所知 他們是開始籌了一筆錢的 其實也有一班 很多是黃的律師 是這樣來賺錢的 因為他們說真的 亦都可以叫做食人血饅頭 因為那些人出去打完人 接著就會要是分錢發援 要是找人捐錢 612基金 他們就可以打官司 又有錢收 其實那些是 當然是會有律師是不收錢 黃的幫他們打官司 但是以我所知 其實只限頭一兩堂 或者補一次息之類 之後都要收錢 以我所知 其實之後 因為都 瘋子已經沒有了 他們也被人 凍結了 其實之後他們都無以為計 不會永遠可以不收錢幫你做 但他們既然說到自己 為正義而戰 他們不會去幫他們嗎 他們開始充分頭腦 開始就會 第一二次之後 第一他們覺得幫他們好像很對 第二他們覺得之後有錢收 但現在就是說 之後原來沒有錢收 那就找法援 法援當然現在 法援裏面 都會有 當然法援 是要專業地批的 但我不排除 法律界法援裏面 都有同情他們的分子 所以也會批給他們 當然有法援 當然要做 有錢收 沒有法援的 我想同情心 不太偉大 如果不是親耳聽到陳律師說出的經歷 應該還有很多人 盲目地相信 攬炒派後中的眾籌基金 其實都是虛無飄渺 整件事都只是一場政治的操作 我想我也接觸到很多個案 結果就是他們的父母 就是那班年輕人 為他們承受的 就是他們父母 可能要賣樓 或者是很辛苦 要拿退休金出來 幫他們打官司 因為最後都是 我們做父母的 不想自己的小朋友有事 自己的兒女有事 我想這件事都是 整個反修例裏面的可悲之處 你又作為一個爸爸 又是一個專業人士 從你的角度 你覺得我們怎樣可以幫到 這個社會的和好 國民教育 因為之前通識科 我覺得通識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之前一路搞下來 是真的變異了通識科 因為以前是想讓我們 給年輕人的邏輯思維 懂得思考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通識科、通識教育 但現在變成被一班黃色的教師 利用了 就是灌輸了一些違法達義的思想給他們 變成真的變異化了 我想通識科可以做好一點 還有教育 我想是教育民教育 港口和基本法教育 國安法教育 這些我相信要從基本入手 因為現在立法 只說自標 但是你長遠 怎樣可以幫到 香港的年輕人 不是要自本就要以連計的教育工程 可以改一步 教育 媒體 法律 這三樣東西是要做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曾經受過他們的傷害 他們仇恨的種子放進你的身體 襲擊你 你會否原諒他們 不要說原諒 我不會怪他們 說真的 因為他們說過 基於是他們都很慘 他們都很可憐 其實他們都是無辜的 我生氣的是那群利用他們的人 是上面那些症棍 他們很慘 其實他們都是受害者 其實他們在這件事裡 我是做皮囊之苦 但他們受的苦是更長的 將來判出來是怎樣呢 假設他們是有罪 當然未知 因為現在是無罪 因為現在他們未判是無罪 將來有案底 要坐牢 對他的家人也有很大影響 甚至是令到我仇恨的種子 我覺得不應該 應該是要怎樣幫助年輕人 令到我現在更加發聲 幫助他們更改正 我覺得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 今天很感謝陳律師的分享 以及你的大愛 令到我覺得香港是有希望的 都要以為您 阿朕 大愛 總ciu